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自己的父亲报应就是这样的 他是45岁走的 走的时候就惊慌丧命 我亲眼看到这个情形 那现实的果报啊 他那个病发生疯狂 人瘦的皮包骨头 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阻不住 看到水就往水里面转 看到山就往山上跑 最想的是打猎的果报 我过去跟着我父亲打猎打了三年 我记得我是十六十七十八 这个三年 我读这个经文之后啊 所以就发心吃长素 知道这个沙业太重 我们堕落感慨万千的 都造过啊 烫火是什么呢 那众生肉在煮啊 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啊 斩烛啊 我们今天杀害众生 吃众生肉啊 佛在经上讲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啊 将来我们死了 多出生到他多人 也把我们一块一块蘸着吃啊 冷回地长包啊 我们今天吃他的肉 将来他吃我们的肉啊 互相惆怅 没完没了 现在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 怎么来的 杀业太重了 不但这些众生吃肉啊 还要吃活的 还要吃活的 你说怎么得了 现在在那 为什么比过去 多了很多倍 我们冷静地想想 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抗战疫情 以及抗战期间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个时候人民生活很苦啊 农村里面 大概一个月 才有一磁肉啊 才卖肉的啊 哪里说天天有肉吃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几个乡村一个月 杀一头猪啊 杀猪的时候 杀猪的时候 找一个高树 树上这个 摆个柱杆 柱杆呢 挂一个黄子 大家看到哦 今天这里有肉卖 才跑到那个地方去 买个半斤一斤肉啊 一个月才吃到一次啊 只有过年的时候 那几天才天天有肉吃吃啊 所以小孩都盼望过年了 现在是现在是天天过年 天天吃肉天天杀生 那个灾难国报 立刻就陷进了 我们要很冷静的去观察了 去思维 所以你就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那天天在人后 平凡不断了 触目惊心 不知道来源 愚昧无知 那我们修佛 我虽然懂明白这个道理 家里人不相信啊 家里人还要吃肉啊 天天还要给他切 还要给他斩啊 还要给他们做啊 怎么办呢 那我就劝你 每一天最好把地藏经念一遍呢 给家人回想 你有真诚心 三宝加持 将来慢慢 他的念头会转过来 真诚就能感动人了 真诚心呢 带这一家呢 这一家都是冤情债主嘛 我不吃还要替他做吧 就是冤情债主嘛 譬如杀鸡 这个鸡杀了 已经死了 再去度他这个身份 他有没有痛苦呢 神识没离开啊 还是有感觉啊 如果遇到一类 守识鬼 什么叫守识鬼呢 对于他这个身份呢 坚固的执着 不肯离开 那个麻烦得大 煮熟了之后 你去吃他的时候 他都感觉痛苦 那是一类众生 坚固执着 不肯舍他的身 他怎么不怀恨 你造的这个罪业多重 这些事情 佛舍在讲 不忍心说 绝不是吓唬人啊 只有善根善厚的 听了佛的话 能相信 才真正的 选择所使 这一生当中 绝不是众生 决定不杀害众生 过去所作 认真忏悔 错了 情修复会 回向给这些冤亲带主 希望我成佛道啊 这些冤亲带主给我同成佛道 要发真心 要发真心 真愿 真修行 这些冤亲带主 就不找你麻烦 家里面生小孩了 举行庆祝 这一庆祝呢 就杀神了 诸位想一想 杀神给这些众生 借下冤仇啊 你造这些罪业 这一笔 杀神的这个帐啊 就寄在这个母子的 分上 为什么呢 这个 没有生产小孩 大家不杀神了 今天小孩出世的时候 就大杀其生 来庆祝啊 所以世间人 生时候 杀神 死的时候也杀神 年年作寿啊 也杀神 这还得了吗 这个罪业多重 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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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胎这个问题严重啊 非常严重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儿女跟父母 这个缘非常深切 如果没有缘 不会到你家里来 到你家里面来了 很深的缘分 这个缘里面有四种 有报恩来的 报恩来的 过去你对他有恩惠 这一生来的时候 就是孝子贤孙 你堕胎把他杀掉了 他来报恩的 你把他杀掉的时候 恩将仇报 不但恩没有了 结了冤仇了 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 他也报仇了 你说麻烦不麻烦 如果是报怨的 你把他杀掉了 怨上又加了 怨仇 这个冤仇越激越深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一般社会人他不相信 那么有法子 不是说不信就没有啊 不信没有我也就不信他了 不信还是有啊 不信还是有啊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不谨慎 要结这个冤结 是很费事的 能不能结得开呢 能结得开 就要看你怎么去做去了 《地藏经》里面做法非常有效果 不是念几部《地藏经》就行了 那个不管用处的啊 你看看 婆罗门女 光沫女 怎样度她的亲属 他们的家亲死后都在地狱 都在窝盗 他怎么样去帮助她 怎样去超度她 你能够有学习婆罗门女 学习光沫女 那样勇猛精进的修学 这个愿解解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